千人学者郑小青是不是偷盗?看看他的文件转移高招! 千人学者郑小青是不是偷盗?看看他的文件转移高招就知道了! 这两天美国华人界在谈两个人,一个是前几天被捕的GE的高级工程师郑小青,Zaya King,博士,千人计划学者。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胡教授。 胡教授的事情有点敏感,我还没有想好使用啥措辞才不会犯错误,明天再说吧。 郑小青博士的事情比较清楚。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刚好对他使用过的先进的文件转移技术还不算陌生,就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个案子里面使用的技术,你也可以理解为郑博士的作案技术。这对于案情的定性是很有帮助的。 在讨讨论郑博士的事情之前,签上一段今天在美国华人的一些微信群里流传的帖子。 最近看到那篇关于基医华裔科学家间谍案的报道,请大家给自己同胞最基本的权利,预设无罪。 我跟踪了此案,仔细阅读了案情,感觉此案是为政治服务,为了在中美冒战期间,凸显出中国窃取美国高科技的案例。 但如果你仔细读,政府设的罪证中,并没有说此人将G1的文件转给中国或任何第三方。 政府对此人唯一的指控是他将公司文件转给自己私人电脑。 作为G1工作人员,这种做法也许违反公司规定,但不见得是间谍。 政府甚至没有指控他是间谍,只是通过媒体,造成一个间谍案的公众舆论效果。 他本人开公司,是经过G1同意的。 他本来要辞职,G1为了留住人才,容忍他另开公司。 希望大家不要轻信表象,轻下结论,多看事实本质。 姑且不谈已公布的案情绝不是这么简单,就算是如同这个贴子里说的那样, 正不是不过是将公司文件转给自己私人电脑,那是多大的事呢? 我们就是用脚趾头也能想得出来,假如郑博士把公司CEO的名字用公司的email寄给自己的GMAIL account, 转到他的私人电脑上,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不要说这个,就是他把他公司外部部加密网站www.g1.com上公布的任何文件转他私人电脑上, 甚至转给中国的亲朋好友,也绝对没事。 不信各位就去试试。 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个外部网站上没有任何机密。 机密的东西都藏在内部网的服务器上,如果有谁把公司内部网的机密技术文件通过任何方式转到私人电脑上, 各位觉得这是不是个事儿?建议各位不要试,坐牢可不是好玩的。 问题就在这里,正不是从公司转到他私人电脑的,恰好是公司的不对外公开的机密技术文件。 但是,美国公司里面的傻叉都如牛毛。 我可以告诉各位,有很多傻叉,不要说拿自个儿的隐私不当回事, 甚至就连公司的头号机密会往自家的YouTube或GMAIL账号上寄。 要是被抓个正着,这些傻叉或垂胸顿足诅咒发誓说自己没安坏心,或者痛哭流涕自我检讨保证下不为例。 说起来大多数这样的case还真是因为粗心大意造成的。 有的员工为了方便在家加班就把公司文件寄给自己私人电邮账号, 有的碰到难题想请好友或邻居帮助找解法, 总而言之这些是善意的傻叉,公司一般予以警告就拉倒, 当然也偶有被开除的。 那正不是干嘛不垂胸顿足或痛哭流涕呢?不行的。 因为它转文件的办法太DMD牛叉了。 您或许会问,公司是怎么知道有人把机密技术文件寄给私人邮箱的? 有谁整天盯着员工的一举一动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靠最新的监控技术。 使用比较普遍的监控技术叫DLP,Data Loss Prevention, 这种DLP技术能够根据多个因素, 自动过滤所有从公司内部网寄到外面的电子邮件, 以及通过网站上载到外部的文件。 这些因素包括,文件保密级别,文件类型,文件名称,文件中的数字,文件中的关键字,文件中某些文字或数字的pattern,文件中的图形,等等。 回到郑博士的KIVS,假如他就跟昨天刚上岗的小妹妹那样简单直接地把公司的那些内部文件寄给自己的私人邮箱, 我打赌100%的可能性是被当场抓得正着。 如果是那样,估计他垂胸顿足或痛哭流涕一遍。 就啥事儿都没有了,最多也不过是被开。 问题是郑博士他实在太聪明了。 他可能早就知道了,G1也销售信息安全产品低,有帮信息安全高手在保驾护航,他们绝不是吃干饭的。 另外我还没有说的就是,公司的DLP会把那些文件给拦截下来,他根本就寄不出去。 而且他就是把文件加密也是问题,公司至少会知道的,然后某位副总会过来请博士喝咖啡。 哥们您昨晚加密了一份公司文件又寄给您私人邮箱,请问您加密的是啥文件? 兄弟俺想看一眼行吗? 要把那些机要技术文件成功地寄到私人邮箱去,又不被公司抓住,就必须想办法闯过或绕过公司的DLP。 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这就是把机密技术文件的内容隐藏到一个风景或人物图像文件中去,这个办法通常叫stickanography。 DLP一般是不拦截这样的文件的。 我现在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下面这个图是我从网上随便下载的一个落日图,正博士也使用的是落日图,但不一定是这一张。 这个文件的名字叫Sunset JPG。 现在我用这张日落图来传递下面一段信息。 D.R. is the smartest engineer and scientist on earth. He not only knows how to sail airplane engines, but also knows how to sail secret messages with a graphic file. 第一步,我先把这一段信息给加密,以防止别人读取我的内容。 加密的办法太多了,如果我使用最新的AES加密算法,估计您花这辈子的功夫都没法解密。 咱这是演示,就采用最简单的办法吧,把上面这段文字换成二进制。